《动物传心》 《动物传心》就是科学 靠自己的力量去与动物进行双向的沟通 肯花时间去练习的话 人人都学得懂 市面上涌现了不少 像Thomas一样的动物传心思 声称可以与动物聊天 不用见面 只是看照片就可以 收费断问题计 每次由150元到过千元不等 他是我们记者的宠物布欧 上个月走失了 可以找传心思 去问那个动物大概的位置 在哪里 如何约回去 可以见面 我训练出来的动物传心思 今天全都清出于南 这是我很骄傲的 我们就找了五个市面上活跃的传心思 WhatsApp报偶把照片给他们 问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如何才能找回他 他觉得家里很沉悶 他很有目标性 很有抱负 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大质疑 他见到的东西就是很多报纸 就是觉得那些报纸的尾 很供着他 鼻子就不舒服 他有没有东西想跟我说 他只是觉得自己挺笨俊 一起问答 就是透过路电铺隔空传送 他给那些画面给我看 就是在大盆栽的花盆后面 他就不断说怕怕怕怕 中载了 他透过WhatsApp回复地 说布欧因为有人带了他出去玩 又不理他 憋憋地抱着冒险的精神去玩 五个人里面收得最贵 是Thomas说受过他训练 清出于南的ISAT仍可传心思 他来自东莞 其实是一只没有生命 没有思想 在淘宝买回来的国产玩具龟 价值22元人民币 如果是拿这个龟的照片 应该是存不出心的 如果是收到的讯息 应该是动物传心思的自言自语 是 但是照片是不是这只龟 是的 那时候是和什么人在聊天 如果你会去相信的话 譬如他们会储存了那个人的情绪 死物来的 死物 即是他是一只死物 而曾经有没有布欧这只出现过 是没有的 没有的 所以可能是 接线了其他布欧相同的名字 另外两个帮玩具龟 全心的全心思 一个就说要了解一下 另一个就直接吸线 创办人Thomas 自己已经不帮动物全心 专心授套 也提出以量子物理 来全心的科学理论 两个粒子 当它糾结的时候 全心思就有一排粒子 另外动物那边就有一排粒子 人去改变粒子的state 一或者零的时候 动物那边就有同时的改变 就好像一些数码的排序 那动物那边就会即时收到 如果是这样 我想我们都见不到那些全心思 那些全心思全部去了国防部打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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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